临床机动学第十章 膝关节 临床寝静 小红在上下楼梯蹲下及跪着时会感到疼痛 她享受长时间爬山 但是在上周末她与旅游圣地 国家公园山区爬上爬下后 她的左膝持续疼痛了好几天 今天是临床预约的第一天 看看是否能摆脱她的心痛 她的临床诊疗人员小红 询问完小明的病逝并准备开始执行检查 小红告诉小明她的问题迹象很明显 但是想在商谈治疗选项前再进行一些测试 前言 膝关节是一个复合的关节 由三块骨头组成骨骨 颈骨和颈骨 有两维自由度的动作和三个关节面 分别为内侧颈骨骨 外侧颈骨骨和颈骨骨关节面 这些关节面都被共同的关节囊所包覆 然而并非所有的膝韧带都在关节囊内 功能上 在没有肌肉活动的实力姿势下 膝关节可以支撑身体体重 能够只依赖关节韧带保持静态站立 膝关节在坐下蹲下及攀爬动作过程中 扮演降低和提高身体重心的主要角色 并且当脚固定于地面时允许身体旋转 就像是一个美式足球员在持球时 为避免追逐者的勤抱而做出的动作 在行走和跑步中 正常膝关节可以降低身体重心 在垂直和水平方向的震荡 同时承受和相当于四到六倍的体重 有些控制膝关节的肌肉也经过髋关节和踝关节 因此膝关节和这些下肢关节有紧密的运动关联 虽然膝关节是身体最大的关节 但是在运动和产业环境中却是最常见受伤的关节之一 其危险的因素之一是膝关节承受了巨大的力矩 因为膝关节位于骨骨和颈骨两者长粒壁之间 正常膝关节以独特的方式达到多种功能 承受巨大的体重提供良好的稳定度 及大量的关节活动度 膝关节面对较浅可提供的大量的动作 但也必须依靠软组织结构 协助关节主要的支持和稳定功能 骨隔 膝关节由骨骨、颈骨和颈骨三块骨头组成 肥骨的近端虽然靠近膝关节 但它并非膝关节的一部分 反而影响脚踝的功能 所以会在第十一章中介绍 由于膝关节前侧骨隔结构 比被锅旁肌和肥肠肌覆盖的后侧更容易触摸到 让受侧者坐在桌上 膝关节放松成90度曲曲的姿势下 最容易触摸这些前侧结构 骨骨 骨骨远端形成膝关节的近端 骨骨近端改变方向往内外侧扩展 这内外侧的扩大形成了内侧和外侧科 内科和外科被关节软骨所覆盖 在前侧彼此相连但后侧分开 因为骨骨位置相对于垂直方向是斜的 而内科比外科大 并且更向外侧延伸 所以内外科在冠状面上的远端排列 彼此形成水平 平均而言成人的内科比外科大 1.7公分 两科的前方之间形成一个凹槽 被称为科间钩槽或滑车钩槽 这是并骨后侧与骨骨连接的地方 骨骨刻上并骨关节的关节软骨和近骨关节的 关节软骨是连续的 但是有一个内外侧走向的微微隆挤将两者分隔 外科前侧与并骨连接处比内科更加向前 目前已证实 并骨外侧科前侧凸挤不足 可能诱发并骨向外侧脱位 在两科最下方和后侧为科间窝 将内科和外科分开 而十字韧带正好穿过紫凹窝 紧接着高于骨骨科的是骨骨上科 它们是骨骨远端的突起部分 位于骨骨科的近端 骨骨科可以在锁骨任一侧的前方被触摸到 且紧接着往近端方向上的就是骨骨上科 当触摸的手指反向 从骨骨科开始向下移动 会摸到一处凹陷 那是颈骨关节线 正常膝关节在放松的伸展姿势下 关节线可从病骨下端的内侧和外侧被触摸到 这个关节线可以透过膝关节被动旋转 或者是伸直的过程中 感觉颈骨科在骨骨上的动作来确认 前侧骨骨科与病骨接触的关节面为凹面 另一方面和颈骨接触的骨骨科远端和后端是轻微的凸面 有点类似摇椅的弧形角 骨骨远端可触摸的特征点 内上科外上科 内科外科 颈骨关节线 颈骨 颈端颈骨 扩展与骨骨形成颈骨关节 颈骨的关节面明显的小于相对的骨骨关节面 且有两个微凹的平台 或称为科 对应于骨骨的内科及外科 如同骨骨 颈骨的内科大于外科 此在解剖构造上是重要的 骨站立时 膝关节内侧会承受更多的压力 因此需要更大的表面积来减少施加鱼上的压力 在两个颈骨科之间为科间隆起 它包含两个小脊 内侧与外侧科间结结 当膝身直时 科间隆起 便会落在骨骨的科间窝内 颈骨粗笼是位于颈骨前侧 颈骨科下方的粗糙区域 它为骨丝头肌肌肩的附着处 离颈骨平台稍远端 中间略偏后侧 由外侧关节圆 距两指宽为肥骨附着的颈骨窝 额足肌的位置在颈骨近端的内侧 且与肥骨头水平的稍远处 为其一重要的构造 稍后会做叙述 颈骨干在横截面上的形状呈三角形 而尖锐的颈骨脊划分颈骨的内外侧 并且可以一直被触摸到直到远端的脚踝 颈骨内侧并无肌肉覆盖 因此也容易触摸到 但是颈骨外侧及后侧则因肌肉覆盖而无法触摸到 颈骨和肥骨近端可触摸的特征 内侧科或内侧平台 外侧科或外侧平台 颈骨粗笼 颈骨脊 肥骨头 并骨 并骨从三至五岁时开始其骨化过程 直到变成体内最大的种子骨 种子骨是被基建包覆的小骨 能保护骨丝头肌 及改变基建拉力的角度 由于此基建的延伸连接并骨和颈骨两块骨头 因此基建远端的结构 在并骨与颈骨之间称为并骨韧带 并骨大约类似一个倒三角形 其尖端位于下端 圆形肌部位于颈端处 并骨前面为凸面 后方表面呈椭圆状 且与骨骨形成关节面 由上至下圆尖端的垂直级 分开成两个小关节面 此垂直级对应骨骨的滑车钩 外侧为较大的小面关节 其表面为凹面 可顺应骨骨面 并骨内侧至内侧小面关节之 小区域称为 其小面关节 并骨关节被较厚的关节软骨所覆盖 先前研究报告指出 厚度可达4.7毫米至6.6毫米 最多至7.75毫米 并骨在膝关节有若干重要的功能 根据研究显示 并骨的作用为 1.提高膝伸直的效率 并在整个膝关节活动度中 增加膝伸直机制力弊 2.将骨四头肌的力 集中为协调一致方向的拉力 3.于活动中 例如屈膝深蹲 提供骨四头肌 与肌腱更平顺的滑动机制 以减少压力和摩擦力 4.协助维持膝关节整体的稳定性 5.提供骨性的保护 避免骨骨科在膝区区时 受到直接创伤 因此 并骨有益于整体膝关节的功能 若并骨受伤或有缺损时 颈骨关节会受到最直接影响 受测者在阳膛 且膝关节伸直放松的姿势下 并骨最好触摸的位置 后时的并骨韧带可由颈骨粗笼 至三角形的并骨下端触摸到 当骨四头肌放松 且膝关节处于完全伸直的状况下 并骨能够轻易地被向外侧 与远端移动 而在骨骨上施压 并不会感觉到疼痛 以下无法被触摸到的膝关节结构 显示于图10.1、10.2及10.5 骨骨颗和并骨所形成之关节面 骨肩窝内外侧骨上线 由骨骨颗近端延伸并包围形成锅窝 的底面 被颗前隆起分隔的 颈骨颗关节面的颈骨平台 接近圆形的外侧半月板 内侧半月板 前后十字韧带 与连接半月板的前脚横韧带 颈骨上可触摸的特征 尖端、下端、肌端 前面的关节表面 外侧小面关节的后面 内侧小面关节的后面 起小面关节的后面 关节 膝关节复合体包含两个关节 颈骨关节和并骨关节 其周围环绕同一关节囊 如前所述因尽端的颈匪关节 并未被包裹在膝关节囊中 所以不属于膝关节复合体的一部分 它会于第十一章中进行介绍 颈骨关节 颈骨关节为人体最长的两块骨组成 为身体最大的关节 因为膝关节的复杂性 以及与骨骨内外侧科 及对应的颈骨科的作用 内外不同 所以被一些人认为是 实际上是内外侧两个关节 颈骨关节以显著的方式 达成最佳稳定度 与二维自由度的动作 内外侧 骨骨科在纵向与横向 皆为突面 而前方以骨骨的骨骨关节面连接 远端和后方被颗间切记所分开 此而骨骨科与较小较凹的 颈骨科形成关节面 后者常被称为平台 外侧颈骨科在前后方向皆为突面 借由颈骨的颈间隆起 和颈骨科上西跃形的内外侧 气形半跃板 使关节面的密合度 稀微增加 骨骨科纵向的关节面 大约为颈骨科表面的两倍长 因此膝关节曲曲与伸直的动作 不会是纯粹的转动 或者脚链运动 相反的骨骨科或颈骨科执行 转动与滑动的动作时 会以不同的比例 呈现于整个关节活动中 当膝关节开始曲曲时 转动是最主要的动作 末期则已滑动居多 因为外侧骨骨科的关节面 长度大于内侧骨骨科 故两骨骨科表面的活动并不相同 骨骨科大小差异 对于其动作的影响 会于此章中后描述 半月板 半月板提供膝关节重要的特性 轻微软骨的半月板连接着颈骨 来深化关节窝 进而提供关节密合度 即使关节密合度增加 会导致活动度减少 半月板却能够提供更大的密合度 和膝区区的角度范围 每个半月板都以前后末端附着在颈骨上 外侧半月板结构近似于圆形 但内侧半月板类似于C型 而半月板的外侧圆被松弛的冠状韧带 固定于颈骨的外侧圆与关节囊 此韧带也被称为半月板颈骨韧带 半月板的骨骼附着于半月板的连接到 颗间窝的前后小窝 即经由冠状韧带连接到颈骨科和关节囊的半月板外源 除了这些地方外 半月板并未附着到颈骨 所以当膝关节动作时半月板也会跟着动 膝关节活动时 外侧半月板的活动度也大于内侧半月板 此外 还有一些额外的韧带与肌肉附着于半月板上 综上所述这些附着连接物包含 1.将两个半月板前脚连接在一起的横韧带 2.纤维带连接由半月板前脚到并骨基建的支持带 半月板并骨韧带 3.内侧腹韧带的深层纤维附着于内侧半月板 4.半磨机的基建将纤维连接至内侧半月板的后方边缘处 5.锅基的基建维连接至外侧半月板的后方边缘处 6.半月板鼓鼓韧带 由外侧半月板的后侧延伸至内科内侧 靠近后十字韧带处 每个气形的半月板的外侧边缘是最厚的 越往中心变得越薄 而厚实的外缘与较薄的内缘设计 让半月板能够增加关节的密合度稳定度 外侧半月板叫内侧半月板占用静骨科上更多的空间 而且外侧半月板延伸较靠近静骨科的中心 由于半月板附着在静骨上 其动作会由膝关节的主动与被动动作所控制 当膝伸直时 半月板会被动地被骨骨向前推 且骨骨科比静骨科更向前地接触在一起 相反的,西区区时半月板向后移动 内侧半月板共移动6毫米 外侧半月板则移动12毫米 此外,半月板的移动与变形时根据 骨骨科在轴向旋转中的运动方向 半月板边缘会随着其肌肉与韧带的附着而移动 例如,前项运动由半月板运骨的韧带纤维到膝伸展机制所造成 后项运动则由其附着与膝区区半剑肌与孤肌所造成 若半月板无法随着骨骨科而产生动作 则在突然扭转或强烈动作时 半月板可能会被骨骨或颈骨科压碎或撕裂 膝关节中半月板存在的几个目的 1.半月板加深膝关节进而增加稳定度 2.半月板吸收与分散冲击的力量 3.半月板能够借由增加表面接触面积与关节密合度来分散冲击力 经由增加表面接触面积可将负载分布于更大的区域 因此,当移除半月板时 承载表面必须承受和有半月板相同的复合 此时的压力约为有半月板时的三倍之多 4.半月板能够在关节面上铺上一层滑膜液 以促进关节润滑 5.半月板能够避免关节囊侵入关节腔中 6.虽然韧带提供大部分避免吸过度伸直的保护 但半月板也可提供部分的保护 以避免于过度伸直的动作 内外侧颈骨关节面承受区域几乎相等 且在膝关节过度伸直时有最大的承重面积 当膝区区时 承重区会向颈骨科后方移动而面积变小 手术切除半月板会造成承重表面积减少 且骨骨颈骨科的压力增加 这可能会导致往后的骨关节炎 临床要点遭受半月板撕裂伤者 常表现出这些伤害并非急性造成 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累积所造成的 在像是抗重深蹲和需要在膝关节区区时 承重的体育活动中 重复膝区区的压力会使得半月板 从后侧开始磨损和破裂 随着时间增加 半月板后侧会出现肉眼可见的破裂迹象 有半月板损伤迹象和症状 却没有明显受伤的病人 常常会在核磁共振上显示出后侧半月板损伤 且内侧比外侧更加频繁 然而究竟是哪一侧半月板较常受伤 这点是有争议的 因为有部分研究者发现 内侧和外侧半月板的损伤频率没有差异 但也有研究者发现 篮球运动员选手外侧关节压力发生的较为频繁 因此有更多外侧半月板损伤 依据研究族群的不同 有可能会发现某一侧半月板损伤的盛行率超过另一侧 韧带和关节囊 颈骨关节周围有许多韧带提供比较浅关节保护 除了关节囊外 有两组韧带负责提供关节稳定性的完整度 分别为副韧带与十四韧带 以上韧带汇集整理在表10-1 副韧带提供内外侧方向的稳定性 而十四韧带提供前后向的稳定性 此两组韧带接在关节囊外 且当膝关节完全伸直时会被拉紧 表10-1膝关节的韧带 关节近骨韧带内侧近骨负韧带 近端腹转点骨骨内上科远端腹转点 后部连接至内上科前部沿着近骨的内侧的中间上方连接至额掌肌远端 限制动作防止额状面上的外翻力量 近骨关节 外侧肥骨负韧带 近端腹转点骨骨外上科 远端腹转点肥骨头的外侧部分 它和骨二头肌肌肌肌合并 限制动作防止额状面上的内翻力量 近骨关节韧带前十字韧带 近端腹转点前颈骨科尖锅在内侧半月板的前侧连接处的后方 远端腹转点骨骨外科的后内侧部分 限制动作 避免近骨在骨骨上向前位移并且防止过度伸直 近骨关节后十字韧带 近端腹转点 近骨后脊 远端腹转点往前十字韧带内侧 前颈到达骨骨内科的前外侧面 限制动作 避免近骨在骨骨上向后位移并且防止过度居屈 近骨关节 弓状韧带 近端腹转点 骨骨外科上后面关节囊和锅肌肌腱 远端腹转点形成一个外字形 一条插入在肥骨头 而另一条则插入在锅鞋韧带上 限制动作 保护后外侧的关节囊 避免过度伸直与旋转力量 近骨关节 锅鞋韧带 近端腹转点 近骨后内侧靠近半磨肌腹转处 远端腹转点 骨骨后外侧靠近匪肠肌外侧头 限制动作 避免膝关节 后侧过度伸直 肥骨关节 锅匪韧带 近端腹转点 靠近骨外上科的锅肌肌肉肌腱交接处 远端腹转点 肥骨净突的尖端 限制动作 防止后外侧颈骨旋转 及颈骨向后侧位移 并骨关节 并骨韧带 近端腹转点 并骨下缘尖端 远端腹转点 颈骨粗笼 限制动作 作为骨四头肌肌腺的延续 并保护膝关节前侧 半月板骨骨关节 汉弗莱式韧带 前侧半月板骨骨韧带 近端腹转点 外侧半月板的后脚 远端腹转点 后十字韧带 在骨骨腹转处的远端部分 限制动作 固定外侧半月板 通常仅会有汉弗莱式 或者是斯波格 其中一条 不会同时留死两条韧带 半月板骨骨关节 里斯伯格韧带 后前侧半月板 骨骨韧带 近端腹转点 外侧半月板的后脚 远端腹转点 骨骨内科 限制动作 稳定外侧半月板 副韧带 副韧带腹转于骨骨科 向后偏离到 西区区的轴线上方 此种偏移会造成 西深植时 韧带便紧 西弯曲时便松 副韧带从而于 西深植最后转动时 提供稳定度 也允许西区区时的 垂直轴旋转 当西区区时 关节面密合度的减少 也能够促进 垂直轴向旋转 骨骨科后侧 比较凸起 且颗间切近 在此处较宽 因此当西关节 弯曲时 近骨科间结结 和半月板的连接减少 骨骨科和近骨科 便有更多的自由度 能够转动 内侧副韧带 是一条宽节扁平的韧带 是内侧关节囊 增厚的部分 且在近骨 有两个附着点 此附着处 能使韧带的 膝伸直 与曲曲 提供稳定度 内侧副韧带的 前部长约10公分 且曲曲时 会变得紧绷 而后侧较短 反而在伸直时 才会变紧 韧带的浅层 与深层纤维间 有一个滑囊 当外翻力量 施加于膝关节时 内侧副韧带 提供少于60%的限制力 但是当膝曲曲至25度时 内侧副韧带 会提供接近80%的 保护性的限制力 其他结构 如关节囊 与十字韧带 在膝伸直时 对于外翻力量 会提供阻力 但膝曲曲时 内侧副韧带 为最主要的限制 外翻的结构 相较于内侧副韧带 外侧副韧带 为一条较短 且呈现调锁状的韧带 它位于关节囊外 当足够放在 对侧膝关节上 且对膝关节 有内翻力量时 非常容易就可触摸到 用手指沿着 外侧关节边缘 加上内翻力时 可容易地触摸到 外侧副韧带 它也能保护膝关节 但与内侧副韧带 是反方向 外侧副韧带 能够在完全牺牲之时 协助提供 约一半的 内翻压力的保护 在弯曲至25度时 能提供接近70%的保护 抵抗内翻力道 临床要点 内侧副韧带 是一条独特的韧带 由于它拥有 丰富的血液供应 内侧副韧带受伤后 很难透过手术恢复 临床上 常遵循谨慎规划的 复健方案 来治疗这些伤害 要让韧带愈合后 再逐步提供 韧带可承受的拉力 如果其他构造 已和内侧副韧带 一起受伤 外科医生 或许不会选择 修复内侧副韧带 临床治疗人员 在其他膝关节 构造修复术后 必须注意 内侧副韧带 是否已修复 并且在复健计划中 做出适当的调整 十字韧带 前后十字韧带 提供了膝关节 在驱合身动作过程中的 控制和稳定度 这些韧带 位于骨骨科间窝中的 关节中心 它们如此命名是因为 侧面和前面看时 结成一个十字 然而从上面看时 却呈现平行 这些韧带 虽然位于轻微关节囊中 却在关节滑囊之外 所以它们是关节囊内 但滑囊外的结构 十字韧带 会在驱合身动作过程中 维持相对的固定长度 即使并非所有的部分 同时拉紧 如此一来 这些韧带 会迫使 骨骨科和颈骨科 平面滑动的发生 两条十字韧带 皆从膝关节中的 颈骨开始 连接至骨骨远端 前十字韧带比较斜 而后十字韧带 则多为垂直走向 前十字韧带比较长 但后十字韧带比较粗且强壮 两韧带各有两道 被搅合成螺旋状的纤维素 这种排列 使得各韧带 有一些部分 在膝关节动作过程中 保持拉紧 各韧带 皆有两条根据其 连接位置和其相对位置 而被标识的纤维素 或纤维带 前十字韧带 依据它们的连接位置标识 包含一条前内侧带和一条后外侧带 而后外侧带 则依据它们相对位置 辨认为前外侧带和后内侧带 膝关节向前侧和后侧位移 分别受前后十字韧带的限制 切断前十字韧带 会使得颈骨对骨骨向前位移 或者是骨骨对颈骨向后位移增加 将大体的前十字韧带切断 结果显示镜骨对骨骨向前位移了7毫米 此位移程度远远大于前十字韧带 未受伤害 在90度区区姿势下测量得健康的年轻成人 此位移的值为1.2到2.7毫米 另一方面 后十字韧带提供与前十字韧带相反的稳定度 在臂锁链活动中 像是跑步时脚固定于地面上时 后十字韧带带帮助避免骨骨科 在颈骨科上向前位移或脱位 或者是避免颈骨对骨骨的向后位移 正常的后十字韧带 仅允许颈骨和骨骨间极小的被动动作 在正常的年轻成人中 膝关节趋须90度的姿势下 男性平均位移范围是0.6到1.0毫米 女性则为1.2到1.9毫米 后十字韧带在区区90度到120度间 对颈骨向后位移产生最大的限制 关节囊和其他惰性软组织结构 身体最大的关节囊是膝关节囊 关节囊在关节附近形成一个风套 往上连接到骨骨科 往下连接到近骨科 前方有一个并骨切口 后方有一条中央折痕 几乎将关节枪一分为二 知识带和韧带牢固地强化关节囊 并且成为关节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国际尽端基建穿过关节囊 连接在外侧骨骨科上 半膜基形成部分的锅鞋韧带 并且由部分纤维连接到内侧副韧带 和颈骨附着处 这是个在半月板韧带 知识带骨骼肌肉和关节囊之中 少数综合被动组织和主动组织 互相连接的复杂例子 就像其他关节囊 西关节囊有内滑膜层和外纤维层 然而这两关节囊层无法像其他关节的关节囊层一样 彼此黏着 后侧滑囊层比纤维层更往近端延伸 并且也可能更往远端延伸至西关节上方和下方 滑膜层在西关节的内侧和外侧 随着纤维囊层环绕西关节 但是它在病骨上方与纤维囊层分开 并扩大形成一个在骨丝头肌下方 病骨近端的巨大囊带 这个区域就是病骨上囊带 当西关节受伤或者大量水肿时常常可辨认出来 目前已经发现关节囊的滑膜部分 可以保存超过260毫升9央丝的液体 在非常肿胀的西关节中 这个囊带会增大到肉眼可观察 超越病骨近端约5公分 除了副韧带和十字韧带外 其他韧带特别是西关节后侧的韧带 会提供关节囊稳定的支持 这些主要且几乎固定存在的韧带 包括公状韧带复合体 和郭匪韧带 当有扭转力量 适于后侧关节囊时 这些是可增加的 支持的后侧关节囊延伸部分 公状韧带复合体 常包含来自肥骨净突 后侧的起头 向上横贯置骨二头级基建 及外侧匪肠基建之间 在连接插入靠近后侧骨骨科的 锅鞋韧带上 这些韧带加外侧副韧带 以及提供关节囊后外侧角落 最佳的稳定作用 西关节附近共有12个粘液囊 然而这些粘液囊中 有些是西关节滑囊膜的延伸物 它们伴随着西关节附近的脂肪垫 有助于减少周边和组织摩擦 并保护西关节 临床要点 因为西关节有可能在受伤后 变得非常肿胀 所以治疗人员必须在受伤后 努力避免和减少西关节内的液体产生 关节内广泛的肿胀会造成一些 有害的结果 包括关节的活动量减少 骨四头肌的肌肉活动强度降低 以及因液体压迫神经接受器 而造成的疼痛上升 在这些问题解决前 受伤后的完全复原 是不可能发生的 颈骨关节的运动学 西关节有两维自由度 曲须和伸直 和垂直轴旋转 曲须角度为120度到150度 依与大腿后侧触碰到 小腿肌肉量大小决定 一般期待平均值为活动度135度 因骨质基尽端连接在前下卡骨级 当髋关节伸直时 西关节的曲须关节活动度 会因为跨越两关节的骨质基 长度限制而减少 西关节过度伸直的程度极小 正常不超过15度 正常西关节曲须时 被动动作末端感觉是柔软的 这种感觉来自于 后侧小腿和大腿肌群的触碰 或因紧缩的骨质基 造成小腿大腿无法触碰到时 西伸直或者过度伸直的动作末端 感觉会因为韧带张力 和后侧关节囊结构而显得紧实 当西关节曲曲90度时 西伸直可能因为 锅旁迹缺乏正常延展性而受限 西区区和伸直的动作轴 从临床角度来看 动作轴会在关节线以上几公分的地方 以内外走向穿过鼓鼓科 因为鼓鼓科比颈鼓科大上许多 所以当西关节在承重下 伸直渐渐弯曲时 鼓鼓科并非只在颈鼓科上转动 它必须同时滑动 才能够不转出颈鼓科之外 因为在曲曲伸直中 鼓鼓会随着动作滑动 所以动作轴心也随着动作活动度而改变 举例来说 当弯曲膝关节坐下时 鼓鼓会有向后转动 然后在膝关节完全曲曲之前 颈鼓平抬已经用尽 这时鼓鼓必须在颈鼓上向前滑动 至一个新的位置 如此它可以继续向后转动 并使得膝关节能够曲曲到 足以坐到椅子上 若要离开椅子站起 膝关节会在臂锁链活动中 进行相反的动作 刚开始 鼓鼓在颈鼓上向前滑动 然后随着鼓鼓科用进 颈鼓空间时会开始向后滑动 但鼓鼓必须继续向前转动 直到完全站起 这个旋转中心 工程师和生物理学家 可能会关注此顺涓转动的中心 但是它与关节活动度测量 或者治疗并无相关的临床应用 我们已经讨论过 发生在臂锁链 或者承重活动中 当颈鼓固定 鼓鼓移动时的动作情形 当鼓鼓固定 颈鼓移动时 在区区和伸直过程中 关节面滑动和转动方向的关系 是不一样的 这会在关节运动学的部分中讨论 发生在膝关节旋转中心的变化 是一直以来难以设计出 接近正常膝关节之 人工膝关节 或应用于膝关节之 外部装具的原因 因为人类膝关节的动作轴的转移 当应用于膝关节的设备 例如等速侧力器 膝、踝、足、长腿、脚距 或是膝上一支等 在膝盖部分使用 机械脚链关节时 问题就会发生 当人类膝关节从伸直 移至区区 膝关节的解剖轴 会移动约两公分 然而这些装具设置 连接装具的机械轴 会保持固定 因此机械装置的利弊 无法和大腿及小腿保持平行 因此机械和解剖组织的部位之间 将会产生滑动和压力 为了避免不舒适和受伤 折衷和谨慎校准是必须的 所谓的膝关节矫距 会造成在膝关节曲曲时 装置对肢体末端的压力 以及在膝关节伸直时的缝隙 缓之易燃 膝关节解剖轴的变化 也是为什么当坐着时 即使对其宽关节和怀关节 一只仍然会放在比对侧膝关节 更前方位置的原因 垂直轴旋转 当膝关节曲曲时 垂直轴旋转发生在水平面上 当膝关节完全伸直时 内侧和外侧腹韧带都比较紧张 有助于关节的稳定性 并避免垂直轴旋转 当关节曲曲时 这些韧带松弛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横向旋转 都发生在曲曲的姿势下原因之一 在图10.14中 比较膝关节伸直和膝关节曲曲时 内侧和外侧的位置 可见在曲曲姿势下 各韧带到终点的距离 都比伸直姿势下小 在膝关节曲曲时 外侧腹韧带会产生 比内侧腹韧带更多的松弛 因此 骨骨和颈骨科之间的移动 在外侧比内侧多 水平垂直轴旋转 发生在位于颈骨科肩脊 内侧的纵向轴线 如此可粗略地说明 垂直轴旋转 是外侧科绕着内侧科旋转 虽然这个动作 有很多互相冲突的数值 但已发表的文献结果指出 总旋转平均为40度 之后的文献 发现在膝关节曲曲90度时 也有相似的结果 另外 外侧角度大约是 内旋角度的4倍 垂直轴旋转 随着膝关节曲曲角度减少 而逐渐变小 并且当膝关节 趋近于伸直时 即无法呈现垂直轴旋转 颈骨在骨骨上的旋转 在坐姿下可自主表现出 并且可用脚的放置来定位 然而 垂直轴旋转动作的主要功能 是在臂锁链活动时 骨骨旋转于固定的颈骨上 像是在跪姿 坐姿或者蹲姿时 转身或在跑步时 突然改变方向的 膝关节被动内旋和外旋的 正常动作末端 感觉是紧实的 旋转动作受到关节囊和韧带 包括副韧带 十字韧带和锅鞋韧带 以及支时带和卡金素 等结构所限制 膝关节中端旋转 正常情况下 当膝关节伸直时 颈骨会在固定的骨骨上 外转约二十度 这个动作发生在膝伸直最后的二十度时 并且被称为膝关节中端旋转 或紧锁机制 这纯粹是在一个被动和主动膝伸直时 都会发生的机械性活动 并且无法被自主制造或避免 因终端旋转 一定会和膝伸直一起发生 这样的颈骨外转合并膝伸直动作 是一个偶合动作 就像是在第八章中 所讨论的相邻脊椎节动作 在开放链中 颈骨内转会发生在膝区区时 而颈骨外转会发生在膝伸直时 也可注意到有些骨骨外转内收 但在区区伸直动作中 这个额外偶合动作的发生并不一致 在从椅子站起来时 闭锁动作中 中端旋转会随着骨骨在固定的颈骨上 内转而发生 因此当随着膝关节从伸直向区区移动 做回椅子时 会发生骨骨外转的偶合动作 许多生物种类 像黑猩猩 猩猩和鸟类等 走路时会屈膝 但中端旋转 为人类提供了精细且高效节能的直膝机制 这个紧锁机制 因将膝关节锁住 而提供机械性稳定度 故在这个姿势下 膝关节可承受发生在屎状面的力量 紧锁的膝关节也使得人类不需要股四头肌收缩 就保持直立 并使伸直的膝关节在减少肌肉用力下 承受前后方向的力量 许多人相信这是紧锁机制主要的功能之一 膝关节的垂直轴旋转和中端旋转量虽不大 但是在正常的膝关节功能中是必要的 因此中端旋转和垂直轴旋转必须受到临床评估 并且在膝关节复健中成功的复原 紧锁机制的发生来自于膝关节各种机械性和结构性因素 包括前十字韧弹 后十字韧弹 和鼓鼓科的表面结构 似乎每个音柱都在中端旋转上扮演一定的角色 其中又以表面结构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在开放链吸伸直动作中 当颈鼓科在鼓鼓科上移动时 在较短的鼓鼓外侧科上的伸直动作 会在鼓鼓内侧科动作完成之前结束 因为鼓鼓外侧科可用的区域 会在鼓鼓内侧科动作结束前用完 所以颈鼓在鼓鼓上的轴旋转 发生在两外侧科之间 以使膝关节内侧科可以完成伸直动作 这个轴旋转在伸直的最后15度时 产生了颈鼓在鼓鼓上的被动外转 在臂锁链活动中 当吸伸直时会发生鼓鼓而非颈鼓的动作 如同在开放链活动时 较短的鼓鼓外侧科上的伸直动作 会在鼓鼓内侧科动作完成之前结束 然而此时 鼓鼓会在它的外侧科上内转 使膝关节能够完全伸直 不论在开放或闭锁链中 开启锁紧的膝关节会为相对应的 其中端伸直功能产生反向的旋转动作 颈鼓关节的关节运动学 膝关节最接触密合的姿势 是膝关节在完全伸直 在完全伸直下 中端旋转拉紧韧带和关节囊 可提供强壮的关节稳定 其颈鼓关节会在最密合的位置上 然而当鼓鼓被稳定在 膝区区25度或更弯曲时 颈鼓可以被拉离鼓鼓数毫米 会有1-3毫米的向前或向后滑动 向内或向外滑动 以及外展和内收 这个区区位置是膝关节的休息位置 或是关节最不密合的位置 在开放的动力链活动中 当颈鼓对鼓鼓移动时 膝陷的颈鼓科会随着转动 而向同方向滑动 因此当膝身之时 颈鼓在鼓鼓上向前转动的同时 也会向前滑动 同样的 当颈鼓随着膝区区 在鼓鼓上向后转动时 颈鼓会向后滑动 当关节动作发生在 坐到站等闭锁动力链活动中 粗面的鼓鼓科会在 凹面的颈鼓科上移动 在臂锁链动作过程中 随着膝关节的伸直 当鼓鼓在颈鼓上转动 或关节动作是向前时 滑动是向后的 当承重的膝关节曲曲时 会发生转动和滑动 相反方向的动作 鼓鼓会向后转动 而滑动是向前的 并鼓关节 并鼓关节被鼓四头肌的 肌腱所包覆 而肌腱延伸在 并鼓上方及旁边 且附着于其上 并鼓韧带是 鼓四头肌肌腱的延续 它由并鼓尖端 连接至颈鼓粗笼 在并鼓的两侧 肌腱线纤微 发散形成内外侧的支持带 附着于颈鼓科 如前所述 并鼓是膝关节囊中的 种子骨 它和鼓鼓科前方 及远端的 马鞍形表面 形成关节 并鼓关节面上 有突出的垂直脊 分开内外侧的 小关节面 然而 并鼓的形态 存在非常大的变异性 无法反映到 其软骨表面的状况 虽然并鼓没有 稳定的关节 使它保持在 一定的位置 但可由主动 和被动的限制力 所保护 当牺牲之时 并鼓的稳定度 是依赖周围的软组织 西深植或者 鼓四头肌 机制主动的 稳定并鼓 也引导 并鼓和鼓鼓之间的动作 由西区区 20度到0度 鼓内斜肌 最主要的责任 是作为 使并鼓动态 稳定的角色 并鼓也由 其他周围的组织 获得额外的支持 于远端 并鼓被强而有力的 并鼓刃大 固定于 进鼓粗笼 而并鼓两侧 则是内外侧的 致密纤维支持带 及肌肉协助稳定 于外侧 并鼓被动的 有浅层和深层的支持带 卡金素 及鼓外斜肌 所稳定 而这些外侧的力量 被并鼓内侧的 鼓内斜肌 并鼓韧带 以及内侧半月板 并鼓韧带 所平衡 此外 上方的稳定性 产生于附着在 并鼓肌部的 鼓直肌 和鼓中间肌 下方稳定 则由并鼓韧带 所负责 当膝区区时 外侧的结构 向后方移动 对并鼓造成 向外 且倾斜的力量 因此并鼓 同时受到 静态筋膜 与动态肌肉力量 的影响 实质上 并鼓后侧 和鼓鼓科 前侧之间 缺乏 关节密合度 或使 并鼓依赖 软组织 来维持 其稳定性 并鼓关节的 运动学 不论在 解剖或功能上 并鼓关节 都和 颈鼓关节 有密切的关系 当颈鼓关节 产生动作时 颈鼓关节 也跟着活动 但若一关节 有所限制 另一关节的 活动度 也会受到影响 同样的 控制 颈鼓关节的 肌肉无力 也会影响到 并鼓关节的控制 本质上 其中一个关节的 健康与损伤 都会直接地 影响 另一个关节 并鼓接触面 当膝关节 由伸直到弯曲时 并鼓和鼓鼓 会相对地 产生动作 而相对运动 取决于 是否执行 开放链 或必锁链动作 开放链活动的 过程中 颈鼓移动 但鼓鼓 是静止不动的 而并鼓 在鼓鼓科上移动 另一方面 在必锁链活动中 鼓鼓科会沿着 并鼓的表面 滑动 在任意情况下 当膝关节 从伸直到弯曲 并鼓的接触面 由其下方 移动到上方 而鼓鼓的接触面 由其 科间钩的上方 向远端移动到 鼓鼓科表面的 下方和后方 当膝关节 完全伸直 并鼓坐落在 科间钩的 近侧端 当鼓四头肌 放松时 并鼓后侧 唯一的接触 是其下端 和上并鼓的 脂肪垫 并鼓 于膝区区 于25度时 开始接触到 鼓鼓 此时为 并鼓下端边缘 最早接触到 科间钩的上缘 如图10.15所示 若膝关节 持续地曲曲 并鼓会向下移动 且逐渐地增加 并鼓与 鼓鼓接触的面积 直到弯曲至90度 两者间 出现最大的接触面积 西区区至 115度时 并鼓与内外侧 鼓鼓科接触 此时 科间钩的出现 减少鼓鼓 和并鼓 接触的面积 至西区区 135度时 其小面 与外侧小面 是并鼓 与鼓鼓科 接触的 唯一区域 并鼓鼓鼓的 静态 与动态排列 如上提到 当颈鼓关节 在完全伸直的状况下 并鼓会落在 近端科间钩 因为它的位置 是由周围的 软组织所维持 所以这些 软组织健康状态 对并鼓的排列 是很重要的 而且 惰性 解体组织 和主动肌肉的组织 皆会影响到 并鼓的排列 因此 若惰性组织太紧 或者肌肉无力 或者太紧 这些功能障碍 都会改变 休息或活动中的 并鼓的位置 如此失衡的情形 会造成 并鼓关节的损伤 膝关节在放松 完全伸直下 并鼓位于 近端科间钩 当膝关节弯曲 和伸展 并鼓会朝 多种方向移动 区区 伸直 内外侧倾斜 内外侧移 与内外侧旋转 以这些动作而言 最大的位移发生于 区区和伸直 并鼓会在 颗间钩里 移向近端或远端 而由 完全伸直 至完全弯曲的过程中 并鼓移动的距离 为5到7公分 可惜的是 在文献中 缺乏这些动作的 时序 与数量结果 之一致性 如此差异的导音 可能因为研究方法的 差异性 生物体内和体外 之间结果的差异 关节活动度的分析方式 肌肉活动 为离心或向心 以及膝关节是否为 伸直或者弯曲状态 都不相同 大多数的研究报告 指出 为当膝关节区区90度 并鼓会呈现 区区向外侧仪 和向外侧 倾斜的位置 此章前述的解剖部分 提到 膝关节在完全伸直时 并鼓尖端靠近 颈鼓关节的边缘 若并鼓在鼓鼓的较远端 称为低位并鼓 若位于较近端 则称为高位并鼓 并理性的排列会导致前膝疼痛 在膝伸直及趋趋时 也会有不正常的 病鼓轨迹 病鼓在滑车表面上的移动 普遍受到关节密合度 上台的外侧滑车小面 以及内侧软组织 稳定者的限制 不平衡的状况 如卡经素紧缩 或鼓内斜肌无力 膝关节活动中 鼓四头肌收缩 会使得病鼓 有过多的向外侧运行轨迹 也会改变关节接触面和压力 而有疼痛或功能障碍的产生 病鼓关节的关节运动学 病鼓后方为凹面 在凸面的骨骨上移动 因此病鼓关节会遵循凹凸定律 病鼓关节的休息位置 为完全伸直 而紧密位置为区区 西区区与伸直 病鼓都在科间勾内移动 西区区并鼓向下滑动 西伸直则反之 西伸直与区区也发生在 病鼓旋转 内外侧移与内外侧倾斜 针对这些动作的时间与发生点 研究者们尚未达成共识 有一些证据指出 当膝关节放松伸直 病鼓被动的内外侧移动量 又为病鼓的一半宽度 当鼓四头肌放松时 病鼓在尽端的科间勾内 并不会受到限制 它可以被动地被移向内 外 上 下 及向外旋转数公分 鼓四头肌角度 西伸直时 前侧会出现一个由鼓鼓 与颈鼓组成的向外开口的夹角 称为鼓四头肌角度 角度的大小因性别而异 研究指出男性的范围 约10度到14度 而女性约为15度到小于23度 女性的角度一般大于男性 针对男女性鼓四头肌角度的差异 推测可能是因为女性的骨盆较宽 但此推测尚未被证实 近来有迹象指出男性有较小的角度 可能是力量和身高差异的结果 性别之间虽然有所差异 但鼓四头肌角度发生在鼓鼓内收时 颈鼓可以将身体重量垂直传递到足部和地面 因此当我们以单脚站立 力量是直接往膝关节内侧的方向行进 当鼓四头肌角度太大时 为膝外翻或称为X形腿 相反的 若角度接近于零度 或者膝关节向外突 此种排列称之为膝内翻或O形腿 对于有病骨骨骨疼痛的人而言 鼓四头肌角度会大于没有疼痛症状的族群 临床要点 在病骨骨骨疼痛症状群的个体中 鼓四头肌角度很可能会比较大 这样的情形有多方面的依据 学者们发现 有较大的鼓四头肌角度 并不一定会患有病骨骨骨疼痛症状群 其他做成病骨骨骨疼痛症状群的因素 包含足内翻 鼓四头肌无力 锅旁击太紧 卡金素限制和鼓骨前倾 此临床的重要意义为 临床治疗者在面对病骨骨骨疼痛症状群的病人时 必须注意造成疼痛的潜在因素 且据此详细的评估病人 肌肉 多数通过肌关节的肌肉 也会通过髋关节或踝关节 因此它们在膝关节的表现状况 取决于其他关节上的位置 多关节肌群的三个影响因素 一 主动不足发生在多关节的肌肉 以缩短的情况下 无法再收缩的更短 而使这些关节无法呈现完整的活动度 二 被动不足 发生在多关节的肌肉 无法被充分的牵章时 无法允许肌肉所跨越的关节活动 三 最佳的充足控制 发生在结抗肌群和多关节的肌肉 一起起作用于关节 可将关节摆位在最有力的位置 让多关节的肌肉产生最佳功能 膝关节的动作常运用到这些原则 我们将辨别膝关节周围的肌肉 在观察这些原则 如何运用到膝关节的功能上 属于肌肉特定的解剖资讯 列在表10-2 以下也提供有关肌肉的额外资讯 表10-2 膝关节的肌群 股丝头肌 肌肉 股直肌 近端腐折点 一 从甲前下肌经过的前侧肌腱或直肌腱 二 从宽臼边缘上方经过后侧肌腱或反折肌腱 随着这个肌腱向前回转 靠近宽关节并与关节囊融合 这两个肌腱连合覆盖在部分关节囊的前方 远端腐折点 肌肉纤维连接到深层腱膜 此腱膜会窄化成通过病骨上方的大肌腱 并借由病骨韧带连至筋骨粗笼 神经支配 骨神经的两分支 动作 宽区区和膝伸直 处诊 当宽区区时 肌腱的起始点 可能可以在缝降机和扩筋膜张机的V型区域 被观察到或触摸到 肌肉部分位于浅层 且可能沿着大腿向下至病骨上的连接处触摸到 骨外侧肌 近端腐折点 骨骨外侧和后侧部分的大片筋膜 向上至大转子处 向后至骨骨粗笼 远端腐折点 病骨外侧圆 外侧病骨支持带 并且借由病骨韧带连至颈骨粗笼 神经支配 骨神经的分支 L2至L4 动作吸身值 处诊 可在大转子向下 至病骨处看到或摸到 骨内侧机 近端腐折点 骨骨内侧和后侧部分 向上至转子间线 向后至骨骨粗线 远端腐折点 病骨上方的内侧圆 内侧病骨支持带 且借由病骨韧带连至颈骨粗笼 神经支配 骨神经的两分支 L2至L4 动作吸身值与病骨稳定 处诊 肌肉远端部分相当的大 并且可在大腿的下三分之一 内侧处触摸到 骨中间机 近端腐折点 骨骨前侧和外侧平面 向上至小转子 向后至骨骨粗糙线 肌肉纤维排列平循于骨骨长轴 远端腐折点 病骨上方边缘 与其他两条肌腱融合 并且直接连于膝关节的关键囊 神经支配 骨神经的两分支 L2至L4 动作吸身值 处诊 如果将骨直肌稍微抓起提高 从骨直肌内侧或外侧向下 可能可以触摸到骨中间机 膝关节肌 近端腐折点 有时是骨中间肌的一部分 但时常会分开 连接到骨骨远端前侧 远端腐折点 滑野膜和 并上滑囊壁 神经支配骨神经的两分支 L2至L4 动作 吸身之时 把滑野膜和滑囊向上拉 使它们离开关节的路径 以避免关节囊被骨骨和并骨压迫 处诊太深而无法触摸 锅旁肌 骨二头肌 肠头在坐骨粗笼上 和半件肌有一条共同的肌腱 二 短头在骨骨干的下方 部分即出现外侧 远端腐折点 两条肌腱 合连到肥骨头 筋骨外科和小腿的筋膜 神经支配 坐骨神经的分支 L4至L5 S1 动作 宽伸直 宽外旋 吸曲曲和吸外旋 处诊 当欲于西区区阻力时 受色者趴躺 骨二头肌的长头 可从肥骨头的连接处到坐骨节节 被观察或触摸到 短头主要被长头所覆盖 因此难以辨别 在受色者坐姿下 如果小腿相对于骨骨外转 二头肌腱很容易被触摸到 半件肌 近端复折点 坐骨粗笼和骨二头肌长头 有一条共同的基建 远端复折点 靠近膝关节的颈骨内侧部分 在骨薄肌的连接处远端 神经支配 坐骨神经的分支 L5 S1至2 动作 宽伸直 宽内旋 吸曲曲和吸内旋 处诊 受色者趴躺 当给予吸曲曲阻力时 肌腱可在膝关节内侧及后方被触摸和观察到 触摸肌腱也可以在串着坐姿下进行 触摸的手指放在膝关节褶皱处的内侧 那里有几条放松的基建可以被辨识 在没有关节动作下 若此区域的肌肉拉紧 半件基建会从底下的组织明显升起 变成膝关节后方最突出的基建 随着它的继续向坐骨出笼 会在尽端触摸到肌腹 锅旁肌 半膜肌 近端附织点 坐骨粗笼 远端附织点 近骨内科 神经之配 坐骨神经的分支 L5 S1 至2 动作 宽伸直 宽内旋 吸 曲曲 和吸内旋 出诊 半膜肌的肌肉部分 比半件肌延伸到更远端 因此 它的下部分 可在半件肌肌腹的两侧被触摸到 随着半膜肌 接近它的连接处 它的肌腱会变得深 难以触摸 北肠肌 近端附织点 骨骨外科和内科的上方 其在区区肌侧 跨越膝关节后侧 远端附织点 根骨后方表面 神经之配 近神经 S1 S2 动作 西区区和脚踝指区 处诊 腓肠肌的肌肉部分 可在西区区做阻力收缩时 被看到 纸肌 骨骨外科上方 在腓肠肌外侧头 和锅肌之间 靠近且与关节囊部分混合 远端附织点 根骨和根骨肌腱 神经之配 近神经 L5S1 动作可作为虚弱的西区区肌 处诊 这条肌肉并非总是存在 它跟在比目鱼肌的内侧边缘 锅肌 近端附织点 骨骨外侧科和外侧半月板的外侧部分 远端附织点 远端附织点 由近端到远端的方向 向上分布到 近骨近端后侧 内侧和 内侧腹韧带远端 神经之配 近神经 L4S1 动作 膝区区开始时 将膝关节内旋并解锁 在单脚站立时 协助平衡和姿势控制 处诊 这条肌肉在膝关节后方深处 皆伸到无法触摸 身膝肌群 骨四头肌肌群能够伸直膝关节 并包括四条肌肉 骨直肌 骨外侧肌 骨内侧肌 和骨中间肌 这四条肌肉在 并骨膝关节囊和近端颈骨前侧面上 形成一个单一且强壮的附络点 在只有一点脂肪组织的肌肉 发达受侧者身上 可观察到 骨直肌 骨内侧肌 和骨外侧肌 是分开的部分 然而在其他人身上 这些肌肉的分界较不明显 骨中间肌 位于深层 并且无法从表面观察到 骨直肌 占据大腿中央 是浅层且沿着 大腿直线向下 这是骨四头肌 唯一可以移动 宽关节的肌肉 骨外侧肌 是四条 骨四头肌中 最大 且位于骨直肌外侧 骨外侧肌纤维 以12度到15度的角度 汇集到病骨 在远端部分的角度 更大 骨内侧肌 在骨直肌的内侧位置 骨内侧肌 有两个不同的纤维方向 因此有两种不同的功能 越近端的纤维 是纵向的 并且在西深植时 与其他骨四头肌 一起施力 而较远端的斜向纤维 提供病骨稳定 尤其是在深植末期时 然而 有一些研究者的证据指出 骨内侧肌的斜向部分 不具备深吸功能 仅扮演着 并骨稳定的角色 第四条和最深的 骨四头肌是 骨中间肌 位于骨直肌下方 并且与其他 两条骨肌部分融合 膝关节肌 是一条 小且扁平的肌肉 附着在 骨骨前下侧 和膝关节的关节囊 或是 并骨上缘 这条肌肉 位于 骨中间肌的下方 有时会和 骨中间肌合并 被骨中间肌神经的 分支所支配 膝关节的功能 被认为是 当深吸时 将关节囊向上拉 防止这些构造 被夹挤在 并骨关节中 可当膝关节伸直时 前上方关节囊 需移动且褶皱 以避免关节囊 和滑膜 皱壁受损 故膝关节肌的功能 是重要的 屈膝肌群 有些肌肉 由膝关节 曲曲伸展的 轴线后通过 有助于产生 不同程度的 膝曲曲 最主要的肌肉 为锅旁肌 骨儿头肌 半剑肌 和半磨肌 但其他肌肉 也会造成 膝曲曲 这些肌肉包含 肥肠肌 纸肌 锅肌 骨薄肌 和防降肌 这些肌肉 呈现在表 十刚二中 骨儿头肌 位于大腿后侧 被称为 外侧锅旁肌 半剑肌 是内侧锅旁肌 中的其中一条 位于骨儿头肌 长头的内侧 虽然在 锅旁肌中 半磨肌 有最大的 横节面积 但它大部分 被半剑肌 和近端的 内收大肌 所覆盖 因此很难 单独的触摸到 连同这些肌肉 半磨肌 在内后侧 大腿内侧 有最大的肌肉质量 一旦半剑肌 远端的肌肌 被确定 在半剑肌 内侧 有另一条小的 坚硬的 圆状的肌肌 为骨薄肌 的肌肌 当骨薄肌的肌肌 被确定时 借由朝向近端的 附着处 来触摸肌肌 就可以区分 骨薄肌 与半剑肌 骨薄肌 保持向内的路线 朝持骨方向 坐姿下 脚相对着 大腿向内转 也可以带出 半剑肌 和骨薄肌的肌线 骨薄肌 和缝降肌 提供的 吸 曲须动作的协助 这些宽肌群 在第九章中 已做过了介绍 非常肌 主要的角色 虽然为止曲肌 但它在曲膝时 也发挥了作用 其活动 发生在 吸曲曲 接近伸直的情况下 而非较大的 曲膝动作 借由与 骨四头肌 共同收缩 非常肌 从吸曲曲 30度直到 吸伸直 协助了 膝关节的稳定 因非常肌 作为止曲膝的 重要性 大于 曲膝肌 所以将在 第十一章中 详佳讨论 指肌是一条小肌肉 位于膝关节 后侧区域 在膝关节 未扮演任何角色 其肌腹 时而大 时而萎缩 而特定的功能位置 锅肌是膝后侧 一条小 但重要的肌肉 它是这个区域当中 最深层的肌肉 与鼓鼓科 和外侧 半月板相连 其位置 靠近关筋囊 且被指肌和肥肠肌的 外侧头 所覆盖 从其近端的附着处 是以向下 向内前进的走向 连到 颈鼓的 内侧后 锅肌协助提供 膝关节 后外侧 静态 与动态的稳定性 肌肉活动时 在开放链下 锅肌会使得 颈鼓相对于 鼓鼓 向内旋转 或是鼓鼓相对于 承重的颈鼓 向外旋转 它也经由 由防止 鼓鼓相对于 颈鼓 向前移位 来稳定膝关节 且在 屈膝时 向外侧 半月板 向后拉 避免夹挤受伤 静旋转肌群 静内旋肌群 包含 半剑肌 半磨肌 锅肌 骨薄肌 和缝降肌 静外旋肌群 为骨二头肌 扩筋磨章肌 也可能给予 静骨外旋斜柱 而骨二头肌 是非常强壮的 静外旋肌 这由让受测者 腹握 且膝关节 做微小 趋于90度 使骨二头肌 收缩 可借由此 分离 内侧锅旁肌 当 静骨外转时 骨二头肌 便会更加收缩 如同第九章中 所介绍 弯降肌 骨薄肌 和半剑机 机的肌腱 远端附着处正是 静骨的鞋内侧 静骨内科之下 而在此三条肌腱 组成了 鹅族腱 这三条肌腱的一些 纤维会融合在一起 而且 也会与小腿 深层筋膜融合 对于膝关节 内侧的稳定度 这三条肌肉 被认为是很重要的 膝关节 肌肉的功能 膝关节主要的 两条肌群 为深吸肌群 和屈膝肌群 虽然静骨 会相对于 骨骨移动 但此移动 动作是由 屈膝肌群收缩产生 因此有非常多的肌肉 不仅跨越膝关节 越跨越其他的关节 所以当功能性活动中 肌肉在膝关节 如何运作 会取决于 其他关节的位置 有很多双关节肌 在膝关节运作 因此 当功能性活动中 它们也会影响到 单关节肌肉 这个小节要介绍 肌肉功能的交互作用 深吸肌群 股四头肌是最大的肌群 负责功能性活动中 膝关节的稳定加速 及减速 举例来说 在下坡滑雪时 它会提供等长收缩 来稳定膝关节 或在跳起时 产生突然的向心动作 或是当跳跃时 要落地时减缓 吸启区 稳定活动 通常需要等长收缩 而加速活动 需要向心收缩 离心收缩 则发生在减速活动中 在多样的活动中 当需求改变时 这些收缩形态 也会持续地变化 例如 短跑运动员 在起跑时 会运用股四头肌 等长收缩 一旦比赛开始时 当脚由起跑器上 离开推进时 股四头肌 则会爆发为向心收缩 当脚触地时 立即变为离心收缩 进而控制吸 曲曲 必然的 股四头肌不仅是大肌群 也是强而有力的肌群 它能够产生超过 1000磅的内在力量 在被锁链动作中 这样强大的力量 是需要被用于 提起或降低身体 像是从椅子上起身 攀爬和跳跃 而且能够避免膝关节 在走路 跑步 与跳跃 落地时失控垮项 此外 股四头肌 提供主动的限制力 辅助膝关节的 被动限制力 如十字韧带 将骨骨科 维持在筋骨平台上 我们都知道 股四头肌当中的 骨直肌 跨越宽关节 它是宽曲肌 也是深吸肌 依靠我们对于 双关节肌的记忆 可以预期 若宽关节在 伸直的情况下 骨直肌作为 深吸肌 会更有活动力 因为这样的姿势 允许骨直肌 在深吸时 有更大的力弊 这样的影响 可以由下列例子 观察到 若坐姿下 难以抵抗阻力 而无法伸直膝关节 但若将身体 向后靠 让骨直肌 在拉长的情形下 即能增加 吸深植的力量 早期认为 吸深植 到最后的20到30度时 骨内色肌 是主要负责 深吸动作的肌肉 但肌电图研究显示 骨四头肌的 四条肌肉 在吸深植 动作早期 已活化 且在整个关节 活动度中 接产生收缩 一些学者发现 在抵抗少许阻力 或没有阻力 的深吸活动下 这四条肌肉的 肌电图 其实 虽可能存在变异 但抵抗阻力时 能让四条肌肉 皆强力活化 因为骨内色肌 有两组 不同走向的纤维 一属有 较纵向的纤维 一属有较斜向的纤维 分别被称为 骨内肠肌 和骨内斜肌 骨内肠肌的 上纵纤维 以鹅状面 15度到18度夹角 向内附着在并骨 骨内斜肌 最主要的下方 纤维则比较斜向 现在 鹅状面 夹角为 50度到55度 骨内斜肌 肌纤维的斜度 虽无法作为 有效的吸深植肌 但它被认为 在深植肌 末端 提供锁骨 内侧的稳定性 在大体标本的 力学研究中 他们发现 除了 骨内斜肌 其他 骨四头肌的肌肉 皆能够将 膝关节伸直 其中以骨中间肌 最有效率 需要最少力量 他们也发现 若单纯收缩 骨内斜肌 是不可能 伸直膝关节的 但 骨内斜肌 在 病骨滑行于 骨骨科 扮演着 很重要的角色 滑轨机制 而骨内斜肌 朝内侧的力量 也会抵抗 骨外侧肌的 外拉力道 避免病骨在 滑车勾中 向外移位 临床要点 临床上必须常检测 骨直肌的柔韧性 作为膝关节检查的一部分 让受测者俯卧 将骨直肌的近端 起始摆在 牵拉的姿势 一旦受测者 俯卧 被动地将其膝关节 尽量弯曲 并将 宽关节摆放在 伸直状态下 更有效地 牵拉 骨四头肌 然而 必须确定 在牵拉过程中 维持宽关节 在额面的 正中排列 因为 移动宽关节 到外展 会降低 此条肌肉 在卡前上脊附近 起点的牵拉 可让膝关节 做出更多的区区 造成 错误的 临床评估 屈膝肌群 在膝后 有很多肌群 提供屈膝作用 然而这些肌肉 也具有其他的角色 包括在功能性活动中 提供 膝关节旋转 锅旁肌 膝 屈膝肌群 只需要 些许力量 即可执行 开放链的 屈膝 与膝旋转的动作 在另一方面 这些肌肉 需要较大的力量 执行 必锁链动作 或作用于 其他关节上 锅旁肌 是最主要的 宽伸肌 当俯卧身体 呈伸展的状态时 它能够 强力收缩 稳定骨盆 如第八章中讨论 即借由 积电图的证实 当坐姿 或站姿向前 弯身触摸脚趾 然后回复到 直立位置 锅旁肌 会控制骨盆 在骨骨上的动作 锅旁肌 也会限制 颈骨相对于骨骨 做出向前位移 以稳定膝关节 此外 锅旁肌 缝枪肌 和骨薄肌 在宽关节 与膝关节 都可做出 旋转的动作 而锅肌 也是旋转肌 在行走的站立期 与足部载地后 宽关节 与膝关节 必须都旋转 让躯干 能在下肢的 支持中向前行进 这些旋转动作 由旋转肌 起始控制 在跑步 转身 切入或于 不平稳的支持面上 维持平衡的活动 例如踩在 不平的地面 或摇晃的船上 需要这些旋转肌的力量 就会明显增加 另外在 跪姿 或蹲姿下的活动 如圆液 焊接 采矿 或美式足球 都需要这些肌肉 强力的作用 来即使 控制 宽关节 与膝关节的动作 包含在 固定的颈骨上旋转 以回应躯干 和上肢 必要的扭转 因此 屈膝肌的受伤 如锅旁肌拉伤 多半是因为 它们作为 肢体动作的旋转者 或减速者 而非因为 弯曲膝关节 锅肌 锅肌在小腿后侧的身部 且难以触摸 与研究 它虽然是小肌肉 但却有很重要的功能 它的远端 在颈骨的排列 使得肌肉呈现 稍微的三角形 且它连接到 内侧腹韧带 让有些 解剖学者 以肌肉作为 锅肌腱单位 或锅肌腱 复合体 锅肌 被分类为 屈膝肌 但对于 屈膝动作的杠杆 作用较差 指出 锅肌只有 最大肌电图活动的 10%到15% 与膝关节的 伸直 区区活动相关 另一方面 当这些动作 与膝内状 一起表现时 锅肌的活动 可以增加到 最大肌电图活动的 40%到70% 自从他们的发现后 其他学者也同意 他们的结论 认为 锅肌基本上 在屈膝时 并无太多的贡献 与其对于 屈膝的贡献 锅肌有更重要的 双同功能 是针对 伸直的膝关节 做出 起始的 解锁 稳定 即 稳定后侧 的膝关节 锅肌的 倾斜走向 提供了 最佳的排列 能使 颈骨旋转 进而 解除 伸直 紧锁的 膝关节 因为最终的 膝伸直 需要颈骨 对骨骨 做向外旋转 而开始的 膝关节 区区 则需要 相反的动作 即 颈骨相对于 骨骨 做向内旋转 而此动作 被认为 锅肌 所执行 此外 经由 肌电图 观察 锅肌的活动 记录到 站姿座 膝关节 弯曲时 锅肌有 大量的 肌电图 活动 当膝关节 区区达到 直角后 只要 维持此 蹲距的姿势 锅肌就会 持续 它的活动 这些学者 判定 因为在 全蹲的姿势下 身体的重量 趋向于将 骨骨科 相对于 近骨平台 往前 滑动 而锅肌的功能 便是协助 后十字韧带 稳定 膝关节 自从他们的 研究结果 其他人也都 肯定这项发现 且证明 锅肌是膝关节 外侧 重要的 主动 稳定肌 由于 后十字韧带 是附着在 骨骨内科 而锅肌 是附着于 骨骨外科 因此 锅肌对于 后十字韧带 是重要的 辅助构造 在弯曲 长重的膝关节上 避免鼓鼓科 向前滑动 锅肌的最后 一项任务 为在功能性 活动中 提供运动 知觉的讯息 因为锅肌的位置 接近 内色腹韧带 当内色腹韧带 受到张力时 锅肌可以迅速 反应 以保护 外色半月板 等膝关节组织 这种假说 一部分建立锅肌 有大于 平均数的 激缩量 这是项 重要的事项 因为当小肌肉 有低密度 激缩的较大肌群 平行排列时 有高密度的 激缩的小肌肉 能提供中枢神经系统 充分的 本体感觉讯息 膝关节之单关节 与双关节肌活动 膝关节的单关节肌肉 有五条 三条 骨骨肌 锅肌 和骨二头肌短头 其余的肌肉 同时通过 髋关节 与膝关节 骨直肌 缝降肌 骨薄肌 半剑肌 半膜肌 骨二头肌 肠头肌 和阔筋 膜肠肌的 恰经素 或同时通过 膝关节 与怀关节 肺肠肌 因此膝关节 与怀关节的动作 与位置 会影响 膝关节的活动度 及这些 双关节肌肉 产生的力量 被动 或主动不足 有重要的原因 可以说明 为什么膝关节 主要为双关节肌 单关节肌的功能 通常是协助 双关节肌的作用 举例而言 当骨直肌收缩 使膝关节伸直时 骨四头肌中的 其他三条 骨骨肌 也会作用 帮助膝关节伸直 然而 当膝关节 持续伸直时 单关节肌群 力必缩短 力量的产生 就会减弱 当骨直肌 持续收缩时 更可借由 伸展宽关节 在近端起点 将骨直肌拉长 额外的力量 便可作用在 膝关节上 单关节肌 作用的效率较差 且需要较大的力量 所以在功能性动作中 需要更大的能量 维持稳定 双关节肌 例如 骨直肌 由椅子上 起身的活动中 在远端缩短 而近端拉长 所以双关节肌 进行每一项活动时 长度变化 就不会比 两条关节肌的 作用来得大 而利用双关节肌 一端产生正弓 另一端产生副弓 就能够降低 能量需求 若只有运用 单关节肌 执行同样动作时 就需要做更多的功 单关节的肌肉 通常只在一个平面上动作 例如 骨中间肌 只产生膝伸 另一方面 双关节肌 可产生 横向力量 单关节肌肉 常被用来产生力量 双关节肌肉 决定运动的方向 如我们在较早的章节讨论 肌肉系统 是一个 溶鱼系统 有过多的肌肉 可以执行人体 所需的功能动作 然而这样的累赘 是重要的 因为它 可让身体 能更有效地 执行功能性活动 研究显示 双关节肌 在其附着的 两端同时缩短 有最佳的活性 而最小的活性 是附着两端 皆被拉长时 当一侧拉长 另一侧缩短 则有中度的活性 当多关节 肢体 如下肢移动时 最有效率的动作 发生在双关节肌 一端拉长 而另一端缩短时 而功能性动作中 这样的活动 是最常发生的 如果我们只依据 单关节肌肉 提供力量和动作 活动会需要 更多的能量 且非常没有效率 针对单关节肌 执行功能性活动时 不仅其他 多条的肌肉 也要运行 以允许单关节肌 执行其所需的工作 而且需要 大量的能量 和控制去决定 每一任务所需的 确切活动 幸运的是 双关节肌 控制我们的动作 当它们在一个 关节上提供力矩 也同时的减少 另一个关节 产生的力矩 一般功能性活动下 双关节肌 很少被用来 同时移动 两个关节 尤其是需要 力量的动作过程中 通常 双关节肌的动作 会在其中一个 关节上受到重力 或其他肌肉的收缩而限制 从而在该关节上 提供稳定性 所以主动作肌 能够在此关节上 产生最佳的功能 若双关节肌 为了在两侧关节上 同时的缩短 而且完成活动度 它必须很快的缩短 很长的距离 这根据长度张力原则 肌肉缩短时 会快速的失去张力 的确 若双关节肌 在两端都缩短 由于肌肉的主动不足 其跨越的关节 将无法达到 完整的活动度 肌肉跨越的两关节 通常在一个关节上 逐渐地拉长肌肉 而另一关节上 则缩短 这样的情形 是重要的 因为让肌肉 能够维持 良好的长度张力关系 由于很多的肌肉 跨越膝关节 变任每一条肌肉 相对于所跨越的 其他关节执行 其功能时 如何表现 最为重要 以下的运动组合中 提到的 双关节肌的动作 若从俯卧或直立 且在宽伸直时 曲曲 膝关节 锅旁肌会同时地 在跨越的两个关节上缩短 而难以执行 膝曲曲 而有些人则抱怨 在这个动作下 大腿后肌的肌肉会抽筋 且所有人在 曲膝时进行宽伸直 皆会造成肌力减弱 由于长度张力的因素 导致肌肉在缩短中 几乎用尽了 有效的活动范围 多关节肌肉 如锅旁肌 无法在完全屈膝的同时 伸直 宽关节 这是因为 锅旁肌的主动不足 所影响的 另一个 常限制锅旁肌之行 完全收缩的因素 回骨质肌 不能在 宽膝 两关节上 同时受到牵拉 而充分的伸长 由于骨质肌的被动不足 所以才无法完全地 在宽伸直和膝曲曲的情形下 被锅旁肌拉长 若骨质肌是紧缩的 让受色者俯卧下 被动地让膝关节弯曲 即使牵拉前 以被动的固定宽部 宽关节 还是会曲曲来适应 骨质肌的牵拉作用 膝伸直结合宽曲曲 主动直膝抬腿 可以在仰躺或站立下执行 而直膝抬腿包含宽曲曲时 维持膝关节伸直 当宽关节持续动作 就会达到宽关节无法再继续弯曲 或是膝关节开始弯曲的时候 大多数时候 宽曲曲动作无法继续 是由于锅旁肌被动不足所导致 锅旁肌没有能力进一步的伸长 让宽曲曲动作持续 另一较不常见的原因为 骨质肌无法在宽和膝 持续同时的收缩 所以不管是宽关节动作停止 或者膝关节曲曲 都让骨质肌得以在宽关节上 更进一步收缩 在这种情形下 骨质肌的主动不足 阻止充分的宽曲曲和膝伸直的动作 临床能经由被动执行宽曲曲 来便是无法达成充分直吸抬腿的原因 一开始先合并 吸身池 接着让吸弯曲 会发现加上吸弯曲 不仅会让宽曲曲动作幅度更大 而且被动直吸抬腿的阻力 也能被触摸到 看是否锅旁肌干扰到宽曲曲 而造成直吸抬腿的角度减少 若直吸抬腿角度受限 因肌肉缺乏弹性 关节轮缩 例如30度或筋轮 则行走中 步长会减少 但个体会有较短步伐 或经常利用屈膝行走 第十二章 会更充分地探讨到步态 吸曲曲和并宽曲曲 很庆幸的是 宽曲曲加上吸身直 或者宽伸直加上吸曲曲 并不是正常的下肢功能位置 较矩功能性的位置 反而是吸曲曲和并宽曲曲 这样的组合在直行曲膝时 提供锅旁肌在髋关节上的延伸 造成对长度张力关系 和有效地产生力矩的有利情况 宽膝曲曲的过程中 宽曲肌与锅旁肌 以及协同作用提供有效的功能性动作 但其他的合并动作中 这两个肌群会以解抗肌运作 在这些情形下 宽曲肌提供了宽曲曲的姿势 让锅旁肌完成最佳充分的控制功能 在行走跑步和跳跃时 使用了这个对于我们有利的组合 而此协同动作 发生在这些活动中的摆荡 或非常重期 让肢体能向前摆动与推进 临床要点 骨神经因为枪肌或其他创伤而断裂的话 会发生骨似头肌瘫痪 在这些案例中 伤者无法在坐姿下伸持膝关节 或者是仰躺时直行直膝抬腿 当俯卧时 膝关节可借由锅旁肌向心与离心收缩 来伸膝与屈膝 然而这些伤者可以运用多种的带肠方式 让自己以安全的方式行走 或执行功能 而无明显的波形 由髋关节而来的动量 可在行走中 用来伸持膝关节 而最大的问题 则是在步态站立期中 当肢体承重时 需要骨似头肌的活性 才能够避免膝关节 失伪软脚 此时 有一个最有效的带肠方式 为在臂锁链动作下 利用臀大肌伸直膝关节 此方式发生在行走 站立期中的脚跟着地时 而有些人 以臀大肌发展出力量而控制膝关节 即使在站立时 膝关节后方有强力的推力 也能避免软脚 当需要更多的力量 像是爬楼梯时 可以把手放在无力的骨似头肌旁 将大腿向前方向推进 这可叫随意的方式来做 而且很少被旁人察觉有益 有些人会运用臀大肌加上 手推大腿 让膝关节打直的方式 发展出三级跳跃步 由较低的椅子起身时 通常需要见侧脚 加上双手推椅子扶手 来协助完成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行走代常方式 由宽部稍微向前倾 这个动作是在始状面 将头进上肢和躯干的重心 放在膝关节动作轴之前方 这样就不需要用到 骨丝头肌的力量伸直膝关节 而膝关节被摆在过度伸直的位置 会被后侧关节囊和十字韧带 与锅旁击所限制 可惜的是 膝关节过度伸直是重复失与向后的力量 并增加关节压力的结果 穿戴指甲通常是较佳的地带方式 以降低重复过度 膝伸直所带来韧带松弛与骨骼变形的风险 在上述步态中所提到的前倾姿势虽是轻微的 但长久下来还是会导致下背痛 膝伸直结合宽伸直 膝伸直合并宽伸直是另一种常见的 由宽关节和膝关节合并的动作 它在功能性活动中制造例句 这是像由坐姿起身 走楼梯、跑步和跳跃 使身体向前或向上推进最有用的组合 伸直膝关节通常是 透过收缩骨似头肌 同时允许钩旁肌在膝部伸长 并可作为宽伸直肌 这个动作如同膝区区加上宽区区 在长度张力曲线是最有效的关系 可以让肌肉功能最佳化 在被锁链的状态下 锅旁肌与骨似头肌一起收缩 会造成身体重心提高 利用膝伸直与宽伸直 或降低利用膝区区与宽区区 当有椅子上站起时 骨似头肌会向心收缩伸直膝关节 而且锅旁肌也会向心收缩伸直宽部 当坐下时 两肌群以离心收缩 控制膝关节 骨似头肌和宽区区 锅旁肌的速度 膝区区 结合怀指区 肥肠肌能够同时执行膝区区和怀指区的动作 但若企图在两关节上达到完整的活动度 肌肉必须缩短很长的距离 而且张力会很快地下降 如同其他的双关节肌 它会很快地面对到主动不足 却无法同时弯曲两个关节 因此同时膝伸直和宽区区或同时膝区区和宽伸直都不是很有用处的动作 膝伸直结合 是最佳的状态 这种功能性的组合普遍常见 例如点脚尖、跑步和跳跃 同样的肌肉之间的协同关系提供了最佳的充足条件 进而允许功能性动作更有效率地发生 即使在正常活动中 膝关节的关节面承受着远超过体重的力量 因而受到小创伤和导致随后的退化 在开放链运动中 在膝关节伸直时 它们所计算的最大等长期伸直会产生1.6倍体重的颈骨骨骨压力 并且当膝关节在60度的位置则是3倍体重的压力 当这些力量伴随着膝关节过度使用 例如园翼、慢跑或者是盖污底 以及在沉重活动中 膝关节长带长或稳定 由脚到脊椎等关节过大或过小的活动度 会发生在有症状的发炎反应 举例来说 过多的脚踝旋前会产生颈骨内旋的增加 以及在颈骨和颈骨关节结构上重复的不正常压力 颈骨关节力量 当双脚站立时 体重向量经过两膝关节中间 并且每侧颈骨平台各有45%体重的压力 然而在单脚站立时 压力会增加到约两倍体重 在站姿下 这压力会平均分配在颈骨的承重面上 而单脚站立期 膝关节的支撑大腿 躯干 头 颈 上肢和对侧下肢的重量 这重量会经过比S2稍高的重心 并且投射到支撑底座 当身体在单脚站立姿势下 这条重力线会经过膝关节内侧导致快速内翻 此颈骨肩的压力 会随着上下楼梯 跑步 跳跃和蹲下而增加 正常走路过程中 颈骨关节间压力会达到几乎四倍的体重 而这力量大部分 60%由内侧关节枪式承受 颈骨内科可能因此有比外科多达三倍的关节软骨 体重造成的内翻力量 由卡经素动态及静态的力量所抗衡 发生在单脚站立时 髋关节和膝关节的动态力量 来自于臀大肌和扩肌膜张肌 附着在卡经素上的作用 当单脚站时 卡经素的张力可在 外侧大腿到 颈骨处被触摸到 随着膝关节从伸直到区区 尤其是由完全伸直 移动到约90度区区时 减力会被产生在 颈骨关节上 半月板协助吸收部分 施加在膝关节的力量 并消散这些力量到更大的区域 然而肌肉和十字韧带 主要限制了膝关节所遇到的碱力 前十字韧带提供保护 防止颈骨在骨骨上向前的移动 当膝关节在90度曲曲时 锅旁期加入协助死相任务 另一方面 当颈骨在骨骨上向后移动 至动作末期时 后十字韧带限制了向后的碱力 且骨四头肌会协助后十字韧带 在动作中 什么时候这些碱力会发生 是膝关节是否承重而定 在承重情况下 前十字韧带的压力 会从膝区区0度到90度 逐渐减少 最近研究显示 发生于前十字韧带上的 高峰硬力 在开放链和臂锁链活动中 是相似的 但是在开放链活动中 阻力增加 会增加前十字韧带的硬力 而这在臂锁链活动中 却并非如此 改变体重 或者是甲晶素力矩的异常情况 会造成关节中心的 作用力被迫向内或者向外 产生压力不平均的分配 长时间受到过多生理压力的区域 可能产生疼痛 关节软骨损坏和关节炎 可以改变 产生这些问题力量 或者是利弊的情况 包括扩筋膜张机 瘫痪 甲晶素过节 肥胖 心内翻或者是外翻 外伤性或者手术性骨骨头变短 过多的脚寻前 以及骨骨 颈骨 或脚因骨折而排列改变 临床要点 半月板对于膝关节稳定和外力吸收 是重要的构造 目前已确定半月板可提供 约45%的膝关节能力来吸收外力 如果将半月板移除 膝关节压力会增加到 两到三倍的正常值 各种研究提供一致的证据显示 在完全或部分半月板切除后 膝关节最终将产生 关节炎变化 所以对于外科医生而言 尽可能地抢救 受伤的半月板是很有道理的 目前半月板损伤 常利用关节镜修复 临床治疗人员执行术后处理时 必须重视相关组织 预合过程 并且了解在哪些关节活动度 需要谨慎地去保护 预合中的半月板 尤其在复原开始的前几星期 肥胖被认为是 是膝关节病变发展的 生物力学原因 随着体重增加 可看见人在走路中的步伐 躯干会越来越向外侧偏移 如果回到第九章中的资讯 可知道这样的动作 可减少宽外斩 及为了平衡增加的体重 所需产生的力量 破肌膜张机是这些宽外斩机中的一条 因此它对于抵抗 膝关节上的压力的贡献会减少 此外 过多的躯干横向偏移造成体重的力 由膝关节内侧向外侧移动 膝关节反作用力也如此移动 伴随着过多的压力 在外侧颗同时造成快速膝外翻 这产生不对称的压力 分配于内外科上 假以时日 这些不正常的力量会造成 膝外翻变形 软骨和半月板变薄和损害 以及关节炎 临床要点 因为在正常的走路和跑步过程中 内侧腔势经历了上升的压力 所以有些人会在内侧腔势发展出关节炎 随着时间关节软骨磨损 并且吸内番压力额外的增加 持续造成内侧压力时 会形成随着内番压力增加 内侧腔势磨损和破裂增加的恶性循环 除了手术矫正外 临床治疗人员可能透过使用矫正器 减少内侧腔势压力 以提供这些病人些许缓解 这些矫距被应用在鞋子中当成矫正鞋垫 或者应用在膝关节变成分散体重的支架 另外增加周围肌肉力量的治疗性运动 也是有帮助的 并骨关节力量 滑车的目的之一 是改变力量的方向或角度 因为并骨改变了骨四头肌力量的角度 所以可被当为一个骨四头肌的滑车 先图10.27 由并骨所造成的滑车角度改变 看似不显著 但实际的计算起来却是另一回事 在并骨切除术后 全部的关节活动中 丧失了15%到30%的激励 换句话说 没有并骨 骨四头肌 必须多做15%到30%的工 来产生等同于并骨完整式的激励 因为并骨同时连接着骨四头肌腱和并骨韧带 当骨四头肌收缩时 它会变为紧练 这两个在并骨上相反方向的拉力 使得并骨在骨骨上造成压力 当吸身直时 因为肌腱和韧带的力几乎在直线上 因此合力是最小的 当吸区区时 合力变大 并且可以轻易地超过肌肉力量 随着吸区区角度上升 并骨关节的关节反作用力 因为向量长度变大而增加 SIM的计算在最大股四头肌等长收缩时 当吸关节区区15度时 并骨关节的反作用力 是体重的0.8倍 当吸关节在90度时 力量会增加至2.6倍体重 在平地行走时 膝关节反作用力是0.5到1.5倍体重 在蹲下时 关节反作用力增加到7到8倍体重 难怪有 病骨骨骨疼痛症候群的病人反应说 当进行上下楼梯和跪着或蹲下等活动时 他们的疼控会增加 当吸关节活动时 病骨关节会产生压力 如同颈骨关节产生压力一样 病骨关节所遇到的压力 源自于迫使病骨关节朝骨骨压迫的力量 这也称为病骨关节反作用力 如同颈骨关节这个关节反作用力 也依据关节是在开链还是壁链的动作而定 在开链活动中 病骨关节压力在零度时最大 且随着移动至90度而减小 在壁链关节活动中 病骨关节压力在90度最大 且随着关节移动完全伸直而减少 回想先前的讨论和图10.15 随着膝关节在完整的关节活动中移动 病骨和骨骨之间的接触面积也会变化 这是重要的 因为当病骨推向骨骨的压力增加时 接触面积也趋向于增加 有个较大的面积接受关节反作用力 病骨和骨骨才可以承受这上升的压力 关节反作用力和接触面积的比率是接触压力 所以虽然关节反作用力随着膝区区至90度而增加 但由于病骨和骨骨间的接触面积也增加 所以病骨关节的接触压力仍然是可以被驾驭的 临床要点 因为在正常的走路和跑步过程中 内侧腔势经历了上升的压力 所以有些人会在内侧腔势发展出关节炎 随着时间关节炎磨损 并且吸内番压力额外的增加 持续造成内侧压力时 会形成随着内番压力增加 内侧腔势磨损和破裂增加的恶性循环 除了手术矫正外 临床治疗人员可能透过使用矫正器 减少对内侧压力以及提供这些病人些许缓解 这些矫矩被应用在鞋子中当成矫正鞋垫 或者应用在膝关节变成分散重量的支架 此外增加周围肌肉力量的治疗性运动也是有帮助的 临床要点 病骨骨骨疼痛症候群的病人 有些典型的症状包含走楼梯、跪姿、蹲姿等 增加病骨与骨骨间压力的活动 皆会伴随着前膝疼痛 骨四头肌阻力运动中全弧度的深吸活动 对于这些病人而言 会因为疼痛而不能够达成 而针对骨骨病骨疼痛症候群的病人 如何强化这些病人的骨四头肌肌力 是一个临床挑战 初期的深吸肌力获得 时常是在小弧度的深吸动作 或者屈膝起始二十度时 基于阻力运动 此时在病骨尚未运行到 颗肩钩之中 因此造成的病骨骨骨压力较小 膝关节指肌肉力矩 施加于膝关节的力量造成动作弧度 动作弧度产生的力量为力矩 施于膝关节上的力矩力量是非常大的 行走过程中 骨四头肌产生的力矩等于一到三倍体重 上下楼梯时为四倍体重 而执行蹲姿活动时则为五倍体重 骨四头肌力矩 早期研究人员利用挡长测量发现 膝深植机在膝区区六十度时 可以达到最大的力矩高峰 但更进一步 膝深植时力矩会减少 后期的研究则是利用挡速向心收缩 也证明当重力 支段重量被修正后 肩锋力矩的角度持续稳定地 发生在膝动作五十度到六十度 由第二章和第三章可知 肌力有很大部分是由本身的生理性长度 和利弊长度所决定的 骨四头肌由屈膝80度至30度 可以维持其最大力量的90% 骨四头肌如何在这么大的角度范围 维持如此层次的强度 这是借由合并生理性肌肉长度 和利弊长度的原则 来最佳化骨四头肌的肌力 膝关节80度时 是骨四头肌提供最强力量的位置 此时 骨骨肌的长度张力关系是有利的 合并这些因素 当膝关节持续其中伸直活动时 病骨的力弊会变长 允许骨四头肌能有更加的力量输出 当完全屈膝时 病骨位于颗肩钩内 且靠近动作的轴心 此时四头肌力位置并不佳 骨直肌为双关节肌 能在此角度提供力量的维持 而膝关节伸展时 病骨会由颗肩钩移开 在45度时达到最大力弊距离 测量平均病骨力弊距离 90度区区为3.6公分 而45度区区是4.9公分 而在伸直时 力弊的距离减少到4.4公分 我们已经讨论过 骨直肌的双关节肌优势 若膝伸直时宽伸直 肌肉会维持相对的不变长度 至于哪一个因素 生理性肌肉长度或力弊长度 与骨四头肌产生力量中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并未有绝对的答案 当膝关节伸直时 骨四头肌制造力量的能力 会显著地降低 若无法主动地伸直膝关节 但可以被动地允许伸直 因为伸直持 这可能是因为疼痛或肌肉无力所导致 若是主动或被动的膝伸直不完全 那就可能是关节或者是软组织受限造成的问题 关节受限可能由关节囊紧缩 或使骨性阻碍而防止动作产生 而软组织受限 大多数是因为关节周围或临近的疤痕组织 缺乏肌肉弹性或肿胀所造成的 受伤或出现组织受限后 恢复充分的牺牲值十分重要 若身肌迟滞是由疼痛造成 治疗目的就要制定在减轻疼痛上 若是因为骨丝头肌无力 有很多的技术可以用来回复充分的主动深吸动作 在大多数受伤之后 充分的牺牲值必须在病人被允许不用支架 或者辅具行走之前达成 若是在缺乏充分吸身值下执行完全沉重的行走 可能会加速膝关节退化与增加膝关节不稳定 临床要点 虽然由坐到站就会用到骨丝头肌和锅旁肌 但是在这个活动中 骨丝头肌主要扮演吸身值的角色 若因为受伤 一只脚无法承重 或者年纪大缺乏足够的肌力 可能会发现难以由椅子起身 椅子的高度越低 要起身站立就越困难 临床治疗者必须注意 从坐姿转位到站姿 所需要的骨丝头肌肌力 并且提供适应的方式 给予难以执行这种任务的人 而教导他们坐在较高的椅子上 可以是一个避免难以由椅子起身的适应方式 在功能上 骨丝头肌在50度到60度位置 有较大的力矩输出 此角度和从椅子上起身和攀爬时 将身体抬高所需的力矩是有符合的 在这些活动中 身体重心的牵垂线 落在膝关节轴心相当后方的位置 因此能针对骨丝头肌产生一个较大阻力的力矩 若是当直立时 骨丝头肌仅需很小的力矩即可达成 须膝肌力矩 测量郭旁肌最大向膝力矩时 显示最大的力矩发生在肌肉 与膝关节与髋关节接伸长的位置 宽区区与膝伸直 而最小的力矩发生在肌肉缩短在宽伸直与膝区区的位置 这样的结果并不会令人惊讶 因骨丝头肌和其他的双关节肌肉 都同样以长度张力原则作用 长度张力看来是郭旁肌制造力矩中 最主要的强度因素 即使当肌肉缩短时 会发生肌肉力弊距离的改变 他们发现 屈膝时平均力弊长度在90度时为2.5公分 45度时为4.1公分 而完全伸直时则是2.5公分 郭旁肌的力弊尽管改变 但肌力仍在 随着肌肉长度变短下降 此形形与病骨在整个膝关节活动度中 借由力弊改变 维持股四头肌强大的 肌力输出的角色是不同的 功能上而言 在臂锁链动作中 宽区区 吸伸直的姿势下 郭旁肌需要较大的力距来降低或身高 头、颈、上肢及躯干重量 例如在坐姿下前弯或伸手触地 郭旁肌和古四头肌的力距比例 古四头肌的尖锋力距大于 屈膝肌群 而这并非无法预期的 因为吸伸直肌群的节面积 超过屈膝肌群的两倍 而且深吸的力弊较长 肌力不平衡被认为是受伤的原因 例如郭旁肌拉伤、郭旁肌、古四头肌比例 郭旁肌尖锋力距出于古四头肌尖锋力距 若未做重力矫正 正常值在60度下为每秒0.6到0.69 而300度时则增加为每秒0.85到0.95 若力量输出有针对重力做矫正 这个比例会降低即0.45到0.55 且并不会因为速度而改变 一篇2006年的研究比较男女足球员 将他们分为青春期前成年、男性与女性四足 这篇研究发现 成年男性的郭旁肌肌力增加百分比较大 而较成熟的女性则是古四头肌肌力增加比例较大 成年女性应有较大的古四头肌肌力比例 提高了前十字韧带受伤的风险 临床要点 临床治疗师知道交互的神经支配 可提升肌肉的牵拉作用 当一肌肉收缩时 对策的肌肉便会放松 因此当肌肉放松且其结抗肌收缩时 是与牵拉于死肌肉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例如牵拉郭旁肌时 若能够让郭旁肌放松且古四头肌收缩 则可以得到较大的延展性 因为由站姿前弯触地时 郭旁肌是主要兴奋的肌肉 所以这并不是牵拉郭旁肌非常好的方式 然而很多人却用此方式作为柔软度训练 虽然感到真的郭旁肌被牵拉 但实际上它极是收缩的状态 临床治疗者需教导 以这种方式牵拉郭旁肌的人 并提供正确代替且更有效的方式 肌肉功能与韧带的功能交互作用 虽然静态的韧带和关节囊结构 能够限制徒手被动的关节活动 但这些结构还不能够承受非常大的力量 长期的施加于关节末端的力量 也会对静态的结构造成有害的影响 举例来说 膝关节过度伸直 即是指依赖被动的关节构造 来支持与稳定的结果 正常的情形下 肌肉动态收缩和韧带与关节囊的被动力量 必须同时的备用来稳定膝关节 而韧带和其他软组织也对于本体感觉和动态觉 额外的提供了感觉输入 以产生反射性肌肉收缩来减轻负重和保护韧带 近年来 前十字韧带及其本体感觉扮演的角色受到了注意 前十字韧带受伤和重建后 逐渐发生膝关节不稳定和失能的现象 引导了对人体韧带和关节组织感觉功能的研究 感觉神经支配与反射 膝韧带、关节囊和其他软组织 都有丰富的感觉神经纤维 即接受器支配 机械接受器被发现存在于 人体膝关节的十字韧带和负韧带、关节囊、滑囊褶皱和半月板外层中 人体实验已经证明了由膝关节、机械接受器到肌肉的反射 包含前十字韧带负重时对锅旁肌的诱发与股四头肌的抑制现象 关节囊内的肿胀长久以来便被认为会抑制股四头肌 即导致膝关节突然的失控垮下 此抑制被认为是韧带和关节囊内的机械接受器变形所导致 将60毫升的胜利盐水注入到关节囊中 会造成股四头肌的机械图振幅减少30%到50% 关节肿胀后形成的抑制现象不利于受伤后的复原 当前十字韧带受伤时个体的本体感觉能力下降 临床上他们证实了前十字韧带完全断裂时 膝关节本体感觉被动慢动作的抑制会比正常情况增高25% 当关节韧带受伤时对于平衡干扰的动作反应时间会有所延迟 这些研究显示前十字韧带功能不足的膝关节 无法对压力做出安全迅速的反应 若个体对压力的反应时间增加 膝关节受伤的风险就会增加 临床要点 膝关节受伤后 复健过程早期需要关注在降低任何受伤或手术后的肿胀 在肿胀获得解决之前 股四头肌是不可能获得最大幅度激励的 因此临床治疗者必须尽力地解决肿胀的问题 才能在复健过程中期待激励的增加 此外 在处理有前十字韧带受伤的病人时 也要留意恢复比缺损的本体感觉 关节本体感觉的功能必须包含在复健训练计划当中 静态与动态连结 除了神经元素外 在静态与动态的结构间有重要的局部连接 已在这张东的前面进行了叙述 这些连接包含附着在半月板上的许多组织 关节囊借由韧带和知识带的强化 半磨机和卡金素的延伸连接 以及穿过关节囊的锅基等 肌肉对韧带的保护 有时候肌肉能够自然地保护韧带 但有时候情况却是病态子 自然使用肌肉保护韧带的例子之一是 在行走中使用肌肉降低韧带的压力 在摆动肌末结束时 锅旁肌收缩让摆荡的肢体减速 即降低在十字韧带上的压力 肌肉收缩能够协助韧带 提供关节支持与稳定 前面已经讨论过膝关节内外侧的肌肉 可协助内外侧的韧带 尤其是在单脚站立和移动时 能够增加膝内翻和外翻的稳定性 如同前述 锅旁肌是提供十字韧带额外的支持 抵抗颈骨相对于骨骨的向前滑动压力 而骨四头肌则协助后十字韧带 限制颈骨相对于骨骨向后移动 锅肌不但帮助膝关节完全伸直下解锁 也是膝关节重要的主动稳定者 在站立时 跨越脚踝的单关节肌肉 比目鱼肌也对膝关节 其次要的辅助 当承重过程中 比目鱼肌收缩 让足部固定在原位 但颈骨向后移动 而造成膝伸直 而斐肠肌则扮演控制膝伸直的长度 以避免过度伸直的角色 病态的状况出现在 肌肉必须收缩来取代受伤的韧带时 在这些情形下 肌肉增加活动就需要增加能量的支出 前十字韧带完全撕裂时 在内侧的肺肠肌出现较高的肌垫图讯号幅度 而且郭庞肌和古四头肌都有提早的 开始活化的情形 虽然在很多运动的场合 对于保护膝关节的肌肉 自主反应时间太短 但复健计划还是必须包含 鞋条和肌肉收缩时序的训练 研究指出 膝关节受伤在维系十二周的动态 必锁链协调训练训练计划后 钩旁肌的反应时间可以降低 即使肌肉在快速的体育活动中 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 但在日常活动中 它们还是能够提供充分的替代作用 来保护膝关节 总结 外观上膝关节由颈骨、骨骨和病骨组成 似乎不是复杂的结构 但是卡骨关节和颈骨关节 让膝关节复合体不再简单 这两个关节共同运作 让膝关节产生功能 且对身体的活动是重要的 在关节上作用的许多肌肉是双关节肌 所以当它们会被其他关节和其他位置所影响 因为下肢最常运用于臂锁链活动 这些双关节肌不仅影响膝关节和其他关节 也影响了整个下肢的功能 中端的膝伸直必须伴随着颈骨的旋转 在开放链姿势时 颈骨相对于骨骨向外旋转 但在承重时 骨骨却相对于颈骨向内旋转 膝关节才能够达到完全伸直 膝关节上强大的激励 提供其动作与力道 在跑步与跳跃时 骨丝头肌和锅旁肌产生着显著的力量 因为它们在膝关节与髋关节上的排列方式 可以同步地产生两个关节的动作 并骨关节的反作用力来自于骨丝头肌和卡骨韧带 分别在病骨两端的拉力 当骨骨关节可以承受如此力量 因为其关节面被特殊厚实的关节软骨所覆盖 而且病骨和骨骨的接触面积 会随着膝关节活动过程而改变 临床情境解答 事实证明 小明在小红身上进行的测试会再度引发她的疼痛 测试结果也指出小红的骨丝头肌 宽外斩肌和宽伸直肌是无力的 她的骨旁肌和小腿肌群部分柔软度也受到限制 小红说在区区60度到30度空间时 对阻力会有疼痛 小明告诉小红她有病骨骨骨疼痛症候群 可有几种不同的复健治疗选项 并向小红解释了她 努力的目标是增强骨丝头肌肌力 而不产生疼痛 小明在小红不会疼痛的动作范围下 使用开放链和臂锁链运动计划 同时也指出她柔软度的运动 温柔软度折